2014年狠心杀害妻女的死刑犯李鸿基 8月31日下午在高雄分检枪绝伏法 而这也是总统蔡英文上任两年多来 首度执行死刑 经过我详细的检视 发觉并没有申请非常上诉 跟再审的理由 同时也没有停止执行的情形 也没有向大法官会议申请视线 所以最后我就批准了本间的执行 法务部长亲自说明 表示前一天执行死刑审议小组 经开会讨论决议 对理性受刑人执行死刑 部长认为没有上诉理由因而批准 不过这一天恰巧是总统蔡英文的生日 而蔡英文先前对死刑态度暧昧 上任两年多首度执行 也被解读与选举年有关 这个跟选举无关 决定无关 也跟政治无关 这个执行是法务部长的权责 那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是总统的生日 365天或365天 每天都有人生日 所以这一点部分的话 我们没有考虑要谁的生日 驳斥与选举有关 不过在这个时间点执行死刑 不只外界猜测 又政治考量 势必又将引起民间 停死与废死派一阵交锋 欢迎新闻林季祥王长卢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